好,我们要来讨论二元一次方程式及其解的意义 首先呢,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题目如果今天告诉你 有一个T型 上底跟下底 平行的T型 它的上底的长度叫做2X公分 下底的长度叫做Y公分 它的高,上下底垂直的这一段高叫做2公分 好,那它又告诉你 整个T型的面积叫做10平方公分 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把关系式列出来呢 好,简单的说 T型的面积公式就是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除以2 好,所以 今天我们把条件带进去 上底的部分是2X 加上下底的部分是Y 乘以高是2 除以2 这个运算的结果最后会等于 它的面积就是10平方公分 好,那我们做简单的化简 化简的步骤就是2X加上Y乘以2 除以2 写的分母等于10 经过约分 2X加Y等于10 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关系式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 请问我们到底能不能知道 上底是几公分 下底是几公分呢 好,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从2X加Y等于10的关系式 我们来做讨论 我们可以举很多个例子 来说明X跟Y等于多少 例如说今天X等于1 Y就会等于10减2等于8 如果今天X等于2 我们计算一下2乘以2 加上Y等于10 所以Y就等于10减掉4 也就是所谓的6 好,如果今天X等于3呢 Y就会等于4 X等于4呢 Y就会等于2 好,意思类推 当然XY也可能不是整数 有可能是分数 举例来说如果今天X等于2分之1 Y就会等于9 好,所以X的变化会影响着Y的变化 Y的变化会影响着X的变化 温度 我们所用的温度是所谓的摄氏温度 摄氏温度呢 它可以经由换算转换成华氏温度 我们把这个关系式写下来 摄氏温度它会等于什么 等于9分之5 乘以华氏温度 好,这是要刮胡刀 减掉32度 减32,sorry 摄氏温度会等于9分之5 乘以华氏减32 如果今天我们分别用X跟Y来表示 摄氏温度跟华氏温度 我们可以列出什么样的关系式呢 我们可以列出来 摄氏温度X会等于9分之5倍的 刮胡Y减掉32 好,经过我们的整理 我们可以把它变化一下 不过如果今天题目我先问你 说请问 摄氏温度为32度的时候 请问华氏是几度呢 摄氏是32度的时候 华氏是几度呢 我们来计算一下 我们把32度带到这个式子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系式 是32等于9分之5 乘以刮胡Y减掉32 好,经过我们的整理 左右同乘9 左右同乘9我们就可以把 左右同乘9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化简 9跟9就约掉了 所以左边就会等于 92892327288会等于5倍的刮胡Y减32 接下来我们再把刮胡去掉 288就会等于5倍的Y减掉5乘以32 就是5354 就是5354 好,接下来我们再整理一下 我们把这个换到等号的左边 这边就会变成 就会变成288加166会等于5Y 所以288加166会是16...sorry...160 好,所以288加160是多少呢? 我们稍微计算一下 稍微计算一下 就会是448 好,所以448就会等于5Y Y就会等于448去除以5 好,除以5的结果就是 5、8、4、10 5、5、8、5、9、4、15 好,30 89.6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 经过我们的运算结果就可以得到 原来摄氏温度就会等... 摄氏温度32度 就会等于华氏温度的是89.6度 好 那题目也可能会问你 问你什么呢? 题目会问你说 如果今天... 好 今天华氏温度 现在刚刚给你的是... 华氏温度是32度的情况 那今天 如果是... 华氏温度是32 它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再来试试看 今天我们换过来 把它倒过来 今天 如果 题目给你的是... 瑟氏温度是10度的情况 好 瑟氏温度是10度 好,瑟氏温度是10度 请问华氏温度是几度呢? 华氏温度是几度呢? 我们来看看 好 所以 一样把10带进去X 10就会等于什么? 等于9分之5的 第一个 那你就是这些 滑氏温度 滑氏温度是Y 减掉32 所以 同层9 变成90 等于5倍的瓜乎Y减32 好 所以 就会等于 90等于什么呢? 等於5y減掉160 接下來把 160移到等號的左邊 就會變成250會等於5y 也就是y就等於50度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原來今天攝氏溫度10度我們要用另外一個表示方法 華氏溫度的時候我們會同等於華氏溫度的50度 好那題目如果又問你說請問啊 那我怎麼知道 攝氏溫度與華氏溫度一樣的情況下 攝氏 溫度要等於華氏溫度的情況下 他們到底這個時候是幾度呢 攝氏溫度等華氏溫度的情況下他們到底是幾度呢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做運算呢 好我們來看看 今天如果他說攝氏溫度要等於華氏溫度 好那我們來想喔也就是所謂的什麼呢我們剛剛假設的 原來啊 y跟x要相等 好如果 y要等於x的話 我們的關係是我們剛剛已經列出來了我們再寫一次 是 x等於9分之5倍的 挖弧 y減掉32 好因為今天 條件是攝氏溫度要等於華氏溫度 所以我們把y這邊換成x 好我們把y換成x 好我們把y換成x 所以x等於9分之5倍的x x減30 2 括弧 好這樣子 好 一樣 我們同乘左右同乘以 9 就會變成 9倍的x 會等於5 乘以括弧 x減32度 好所以 做 做整理我們把它用分配率乘開 9x就等於 5乘以x就5x 5乘以負32就負160 好所以經過一項整理 好 9x 減掉5倍的x就會等於負160 4倍的x等於負160 x就等於 負40 好負40 的情況下 就會讓 左邊的x 攝氏 溫度 等於右邊的滑氏溫度我們可以帶進去檢驗看看 如果負40有沒有等於9分之5 乘以括弧負40 減 32呢 好負40減32是負72 好9跟72一約就是負8 5乘以負8就是負40 所以負40就等於負40 好 所以 到底有幾個解呢 我們剛剛從T型的例子就可以知道 我們不管 舉了x等於多少 帶進去 y就會有多少 產出 不斷帶進去 就會不斷新的y產出 都只要符合 2x 加y等於0這個關係式就好 所以 如果今天題目只給你一個 二元一次方程式 2s加y等於0 其實他 代表的意義 他的解是 無限多組解 因為 你不管帶任何的 x進去 你都可以得到不同的y 所以他是 無限多組解的 好以上是二元一次 方程式 及其解的意義 好 謝謝